哈喽大家好我是健哥 这次我们又请到了阿颜来跟我们一起录视频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在健哥的视频里又跟大家见面了 对吧所以一看这个正式就知道我们又录什么样的视频了 之前我们也做了不少投影仪的视频 那可能很多小伙伴呢他还是觉得贵 问1000元左右的投影仪去可以买呢 这次我们就弄来了一台这个价格109元的小名Q1投影仪 那看看这个1000元的这个投影仪它到底是啥样子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投影仪是个杂牌的 那我看到包装写的是小米生产业企业蜂蜜出品 不过他们厂家不让我去提小米 所以B1的视频里面就没有这段话了 先看一下外观 那小米Q1的外观相比其他投影仪呢要小巧很多 那长宽高为13.5×11.5×17.4厘米 重量是1254克 那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来的 我们拿到的是这个云朵白的版本 另一个颜色是珊瑚红 整个机器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年轻态 那圆润的造型不像传统投影仪那样四字方方的 不小时候放在家里面呢也是可以当一个小摆件的 还不怎么占地方 那机器尾部意思是开机键重置 Type-C供电 USB HDMI和耳机接口 那自带的这个Type-C的供电充务率是65W 支持PD快充就很有的小米的风格 另外机身上有一个这个滚轮对焦 那相比别的小型投影仪的话就只能遥控对焦的话 那机械滚轮的话就要方便了不少 其实这个呢我在使用TESAMBLOX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显 就传统的机械按键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如果你啥都电子APP控制的话 要使用的时候要找菜单就没有机械的方便 那小米Q1的机身底部是带有四个脚垫的 那防滑能力还是不错的 还是放的挺稳的 那同一周星是一个四分之一的这个螺口 可以接小脚垫 10900元的设备还考虑了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这个螺口呢它是突出的 那导致接矿胶板或者云台的时候呢 这个两者的实际接触面很小 那只有这个圆的这一小圈 连接的不是很牢酷 那会晃 这张螺丝孔的话它都是平的 那接触面是很大的 这样固定的就比较牢 顶部是对焦轮和电源指示灯 那最短是1米等头31寸 3米的话可以头100寸 最远4米可以头120寸 开机填一下 那分辨率是1080P的 物理分辨率就是1080P 那实际投影的画面没有特别明显的杀霜感 放一段石板画面我们感受一下 City Cit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名Q1的厂家宣传亮度有256明 说实话这个亮度太低了 基本上只能晚上关灯用 开灯或者白天的时候就不太好用了 基本上这个加倍投影仪普遍都存在亮度偏低的问题 最好的话不要投的太大 比如说100寸往上的大炒的话就会感觉因为亮度不够 看起来有些费劲 头个五六十寸的话就会更好一些 从我们之前使用的投影仪来看呢 可能价格不是非常准的 但大概1000流以上的流明的话就要2000元以上的价位了 而白天能用的4000流明以上的投影仪的话 基本上都要4000元以上的价位了 小名Q1虽然亮度比较低 但是1099元的1080P投影仪价格挺便宜的 性价比不错 另外投影仪也是有操作系统和音响的 也就是单独一个设备插上电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它不需要外接任何的设备 相当于省了一个电视盒子和音响的钱 不过受限于价格和体积的话 那两个三瓦的音响和音响肯定还是听个响级别的 我们实际听一段 但是转的一想 好像这个投影仪也能当个蓝牙音响用 另外很多投影仪都会有噪音较大的问题 那我们实测了一下小名Q1的噪音如图所示 这样一看的话 1099元的价格是不是感觉还挺值的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小名Q1自带有28.86W的电池 甚至可以不插电去临时用一用 实际测试的话能够联系播放1小时25分钟 恰头去尾的话也能勉强去看看小电影 简单的算一下的话 电池的供电功耗大概是20W 不过使用电池播放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降低亮度 本然亮度就不是很高的话 这也就更暗了 因为一些电影画面比较暗的时候 眼睛就会有一些累 还是把这个电池当成短时间的去临时使用吧 真的看完一部电影的话 还是要接电吧 同时它还支持这个充电宝供电 但是对充电宝的规格就是有些要求的 要能够支持65W的输出 使用过程中最舒服的孟后鱼是开机没有广告的 办公室之前去买索尼电视也就是充电 没有开机广告去多花了好多钱的 不过基本投影仪都会有较长的开机时间 从完全断电关机到开机正常使用的话 小名Q1大概是1分钟 主要是系统启动时间 不过日常使用的话 如果说你关机以后不去拔插头的 在启动的话 开机时间会短一些为6秒钟 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待机唤醒的感觉 科技自带的这个FoneOS的智能系统呢 省去了买电视盒子的钱 但是系统内的一些视频啊 你点进去的话还是也得开广告 一些资源的话还是需要什么VIP什么的 和普通电视盒子是一样的 那甚至这个遥控器呢看看这个小米的这个遥控器 都觉得非常的像 毕竟都是小米生态链的企业 那甚至说里面的这个电池都是小米的 那好像在FoneOS系统里面对投屏的这个支持度比较高 不管是直接手机投屏还是B站等软件的投屏都非常方便 不过还是建议直接用手机投屏 这样能直接使用手机里的APP会员账户 不用再去额外购买会员了 并不推荐手游去玩游戏啥的 那走WiFi的这个延迟还是有些高了 另外FoneOS支持是联络米家的 那通过手机控制还内置了小爱同学 可以语音操控相对就分享的方便了 接着话我们说一说实际的体验 1099元256枚 那更多的还是作为一个玩具的存在 前面也说了 它虽然能投120寸 但是距离要4米 而且本身就是比较低的亮度的话就更低了 推荐还是在50到60寸的这个距离体验会好一些 那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呢 观影体验还行 后面也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真的有一点 就是一点光都不能有 使用场景实在是太具缺了 投影是支持T型校正的 但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只能手动了 甚至对焦的话都是手动的 其实这个就带来一个小问题 你其实大部分人用的时候呢 他一般都不会去购买什么投影仪APP里的会员 都是用手机投屏到投影仪去看视频的 那几乎所有投影仪的投屏 他都默认是这个乐播投屏 那么这个广告自然也是逃不掉的 那好在的话这个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投屏过程的话 如果说你要去更改一些设置啊 就比如说你不小心碰了一下投影仪的这个 这个要重新去T型校正一下 或者说你想调一调这个播放的画面风格 你就得退出现在的播放呢 才能在投影仪的里面设置去更改 然后你又得看一遍这个乐播投屏的广告 那不过索性投影仪的话有古轮对焦 那至少重新对焦的话还是能方便一些 这个就是把电视盒子和投影仪 做在一起的一个劣势 那传统的电视盒子的话 加投影仪或者电视机的话 那两个设备的操作它是独立的 但是不用外接电视盒子的话 还是会方便很多 那投影仪最好还是默认的这个 这个数值放置使用 当然如果说你就想躺在床上去投天花板的话 那这种纯懒人方式观看的话 那投影仪就得这样放 那注意背部的进门口你不要被堵住 不然系绒的话它就会锅热关机 想人躺的舒服点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散热问题了 那最后这个总结一下这个小民口一头一 那作为小米生态恋下的这个企业 1096元的价格 能做到1080P还计程的电视盒子 音响电池性价比确实什么的突出 相比很多杂牌的这个几百块钱的那些东西 还是要强不少的 还是挺值这个价格的 但是1096元你再怎么系练比突出 也只能做到1096元的产品 那最大弱点还是这个亮度比较低 就使得使用场景非常局限 只能在全黑的环境下不能有光 所以这个产品可能更加适合一些租房子的独居用户 搬动方便使用场景单一 就算当一个玩具来使用 那999元也对得起价格 那等工作时间长了赚到钱了 也就是搬到大房子的 再去用更好的投入仪或者去买个电视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是否会去购买阿严手中的这个小明Q1投入仪呢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油管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组的YouTuber 你们的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cdo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到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上的潮玩客 这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是阿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